字幕志愿者 杰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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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今天是我们意大利行的第一天 现在呢我们要前往机场 我妹妹现在在镜头后面 我妹妹这一次是第二次来东京 第一次是跟团 那这一次是跟我一起 所以看什么都很兴奋 每個人都要拍 那這一次我跟我妹妹是跟團 跟這家旅行社HIS 直飛義大利總共八天 那我們現在要去集合地點 那為了不丟台人的臉 我和妹妹在集合時間的30分鐘之前 就已經來到雨田機場 妳有看到那個行程上面行什麼嗎? 什麼? 大滿氣 大滿氣有什麼好笑的? 我覺得很好笑 我妹妹的早餐買了Seven的鹽飯糰 還有Seven的炸熱狗 跟大家說Seven的炸熱狗超級好吃 我跟文當超愛 其他超商也有 可是Seven是最好吃的 因為它外皮最脆 我從來沒有買過這個鹽飯糰 因為它看起來真的太樸實無華了 可是我妹妹說 大家都說很好吃 所以一定要試試看 好吃吃咩 那我來跟大家說這個醬子要怎麼用 台灣是沒有這個醬 沒有 我來弄給大家看 好大隻 超讚 因為它這個麵皮超厚的 我就喜歡吃麵皮 那要不要買炸麵皮就好 哈囉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擠 厲害吧 來自己擠 雙胃 給你玩一下 那這樣如果有人不敢吃芥末怎麼辦 Seven不允許有種人 對!就是要這樣吃 掌握各種精華 就是要這樣吃 你很懂耶 我要留著配鹽飯糰 鹽飯糰沒有味道 其實一開始就應該要這樣吃 不應該擠在上面的 好大家那剛才已經check in完 安檢完 現在我跟我妹妹 在準備要登機 超級無敵混亂的 而且我本來以為導遊會收集大家的護照 一起幫我們check in 就沒有 導遊是跟我們說明完之後 再分別去check in 然後再回去說明的地方 跟導遊說我們的座位號碼 所以如果也要來入等跟團 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跟大家說 這一次我為了在飛機上面很舒服 我另外準備了機上拖鞋 這個米飛兔的拖鞋超級無敵舒服的 然後我還另外帶了一個機上用的束口袋 也是米飛兔 兔年就是要米飛兔啊 超級無敵可愛的 那給大家看我帶了什麼 其實很簡單啦 蒸汽眼罩 我帶了四片想說我跟我妹妹一人兩片 然後還有一些保養品 因為我想說飛機上應該蠻乾的 所以我跟我妹妹可以一起用 還帶了行動電源 超級期待 那剛才導遊跟我們說 上飛機半小時就有飛機餐 到羅馬前兩個小時又有飛機餐 那飛機餐有義式跟日式 你要選哪一個? 難以抉擇 你要選哪一個? 應該會選日式吧 接下來都是義式Day 可是又覺得感覺 第一餐就可以用義式來開啟一下 欸我之前看那個日本人的郵寄 他說他問那個空服員 義式跟日式的飛機餐的餐點是什麼 然後在空服員回說 義式是面 義式是飯 謝謝 謝謝你的回答 我們的飛機好像是那台藍色的飛機耶 第一次搭到這個航空 你緊張嗎? 我緊張 期待 比較怕睡不著 不會 有我在你會煩到睡著 我妹妹從小就一直被我煩 煩到都長大了 這是一輩子都脫離不了的人 就是我 走開啦 你要被我連續黏著 雅克里巴 好興奮啊 還沒出日本國門 就覺得心好累 好各位 我們差不多要準備登機了 這一次呢 是要先飛到羅馬 再從羅馬轉機到米蘭 那也是我第一次的長途飛行 我的護照終於有日本以外的國家了 那一上飛機呢 真的就興奮到不行超high 而且空服員還超親切的跟我和妹妹打招呼 坐下時空服員發現我們不會調整 還主動來幫忙 他好友善喔 怎麼辦 這是一個美好的旅程 我也想成為Youtuber 真的嗎 我沒有任何技能 先聊完來拍位子給大家看 我們這一次坐的是義大利航空的經濟艙 位置有附枕頭和毛毯 枕頭是兩段式的 毛毯偏薄 但是飛機裡面整套航程都蠻暖的 所以不太受影響 那每個位置都有充電座 可以插插頭也可以直接插USB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那拍到一半空服員來話我們說 因為這一次的班機人非常少 所以等到飛機穩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換座位 想睡覺的時候也可以躺著 這一次真的太幸運了 沒想到竟然可以躺著 不用硬撐著12小時 那另外必須大力稱讚他們的觸控螢幕 反應超快 完全不卡 滑起來真的很開心 每次滑到那種卡卡的都會覺得心裡很阿札 他們完全不會 那提供的娛樂種類其實也還蠻豐富的 有各知名的電影還有綜藝 兒童電影都是環球影城系列 還有哈利波特喔 那提供的語言其實也還蠻多的 只是蠻可惜沒有中文 後來妹妹都聽英文我聽日文 那起飛後螢幕會播航行注意事項 第一次看義大利航空的還蠻有趣的 穩定之後空服員會發放耳機 然後就開始送餐啦 餐點我選義式我妹妹選日式的 日式的主餐是鮭魚便當 肉丸醬汁的容器超級可愛 那義式的主餐是肉醬螺旋義大利麵 味道中規中矩 那副餐是生火腿沙拉 甜點是一盤水果 另外還有餅乾搭配起司 這個還蠻好吃的 我吃得還蠻開心的 那送完餐沒多久飲料也來了 我點了一杯鳳梨汁 之後在飛機上就是睡覺看電影 和妹妹討論行程期待旅程 那這12個小時呢 很幸運的是我們收集到了 晴空、黃昏還有星空好幾種風景 最感動的是看到星空和月亮 每到我和妹妹都小聲驚呼了好幾次 可惜不論我們是用手機還是用相機 都無法完全複製眼前的感動 後來空服員開始發侵蝕 居然是飯糰 飯糰有明太子和煙梅子兩種口味 我馬上就選了我最愛的明太子 那邊吃飯糰邊看著飛機距離羅馬越來越近 我們兩個也越來越興奮 降落羅馬的前一小時半 空服員來發放早餐 早餐有蛋沙拉火腿三明治 妹妹不太敢吃 但是我很喜歡 我在日本就非常喜歡蛋沙拉三明治 那還有熱騰騰的鹹麵包 我覺得這個超好吃的 很對我的胃 還很想要再吃到一次 那我們吃完飯差不多是到了 本來以為會很長的12個小時 其實一轉眼就到了 那下飛機前一開始很照顧我們的空服員 還來問我的頻道 真的太可愛了 我另外交 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 謝謝 各位現在我們已經到羅馬機場 現在要轉機去米蘭 轉機差不多要等一個小時半 好沒有真實感 那這一次跟團的總共加我和我妹妹有八個人 現在導遊已經把我們八個人都聚集起來 要一起去轉機 為什麼剛剛我們同台的女生的妝都不會掉 我不知道你可以問他們啊 有什麼小秘寶 請問你是藝人嗎 好煩喔 我們到今天的飯店了很大間欸 哇 蠻讚的 好開心喔 出發之前導遊還跟我們說 飯店基本上什麼東西都沒有 叫我們什麼東西都要自己準備 我們還想說 飯店不知道是怎麼樣的飯店 怎麼會什麼都沒有 結果沒想到飯店很漂亮欸 馬上就來帶大家輪坐一下 這是我們第一碗在歐洲的房間 米蘭 它是兩張單人床還不錯 這樣我跟妹妹就不用睡一張雙人床了 他們飯店這裡還有附兩瓶免費的水 覺得還不錯 就不用另外買明天帶出去 兩罐都要帶走 然後帶大家看一下衛浴空間 登登登登登登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家飯店還不錯 整體都還蠻明亮的 導遊剛才大概有講一下有兩個馬桶 其實這個好像是充屁屁用的 導遊本來跟我們說浴缸附近有一條繩子 絕對不要拉到它 要真的很緊急狀態才會拉到它 然後我跟妹妹就想說 蛤?那我不想去拉到怎麼辦 結果實際上看到實體之後 太恐怖了根本不敢拉 恕不驚心 他們飯店還蠻貼心的 還有送我們Welcome Cookies 如何檢驗一個飯店有沒有合格呢? 看床頭櫃有沒有插座 100分 讚! 好大家那現在終於坐下來了 現在我妹妹在洗澡 等它洗完之後呢 我也要去洗澡 那在這之前呢 先來拍一下影片 我們終於順利抵達米蘭了 跟大家說其實在羅馬轉機的時候 我整個身體超級不舒服 可能是水土不符合關係 反正我的肚子很痛 然後很想吐 然後可是後來去上廁所之後 就沒事了就還好 這故事告訴我 我以後出國一定要記得買腸胃藥 因為沒有去過那麼遠的國家 不知道自己有什麼狀況 那還好我妹妹有幫我帶 所以我現在就是狀態還不錯 那如果大家之後 也要去長途旅行的話呢 也建議大家可以多準備一些藥品 因為不知道自己會怎麼樣 那今天一整天我覺得 還算是蠻順利的 因為其實一開始 找不到那家航空公司的評價 所以就很擔心 結果沒想到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飛機非常穩 而且空服員都非常非常的親切 今天第一天也是算安心很多了 那這次帶來歐洲 我有非常多東西都是在百億這個代購網站上面買的 我真的覺得還蠻好用的耶 我這一次下單 蠻多商品都是馬上就寄到了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代購網站還蠻安心的是 只要操作每一個步驟 他們網站都會主動寄信到你的心想 那跟大家講一下 我這次到底帶了哪些東西過來 首先呢就是我今天在機場 也有跟大家介紹的 登登這個米飛兔的束口袋 果然兔年這張米飛兔 真的超可愛的 這個是我帶到飛機上的 那它其實還可以裝蠻多東西的 那我自己是帶一個行動店員 還有這個蒸氣眼罩 蒸氣眼罩也是透過代購買的 那這個米飛兔的束口袋呢 它裡面還有一個小口袋 然後還有另外這個米飛兔拖鞋 這個也是我在他們代購網站上面買的 有白色和灰色 那我想說白色感覺比較容易髒 所以我就買灰色的 也很可愛 它這個穿起來超舒服的 腳背整個完全被包覆在裡面 我今天在飛機上面的時候呢 都是穿這雙拖鞋 然後這次來歐洲嘛 我就想說可以買一些新的衣服 那我自己有買的是 Halif2的套裝 登登 這個咖啡色套裝也超級可愛的 那我再次用百易代購網站買東西的時候呢 他們不只是可以幫忙代購購買一般商城的商品 也可以買一些二手的商品 那這一件Halif2的套裝呢 我就是買二手的 因為Halif2的衣服呢 非常容易絕版 所以我常常都會刷二手網站 那它送來的時候我覺得衣況還不錯 大家也可以在上面搜尋一些自己喜歡的品牌 有沒有一些絕版的衣服其實都找得到 我自己覺得日本的二手衣 大部分都維持的狀況還不錯 然後我買了一雙白色絲襪 想說可以來搭個黑白的穿搭 然後是 登登登 我想要超級久的 Lepetto的娃娃鞋 講到娃娃鞋呢 他們這個品牌就是非常非常的知名 是因為它的價錢比較高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很下心來買 那這一次呢想說 都要來義大利了 為什麼還可以計較這種錢呢 所以我就把它買下來了 超級可愛 而且它的包裝超級精緻的 給大家看 有個小卡 還有 防塵袋 然後就是我們的鞋體 哇 超級漂亮的 這個品牌我已經觀望超久了 那這一次呢我是買全新的 就不是二手了 畢竟鞋子呢我還是想要買全新的 這樣子 我那個時候用百億買很快就收到了 那其實呢因為我住在日本嘛 我平常是很少會用這些代購網站 但是持續都會有很多網站來邀約嘛 那我只要介紹過的都是我自己用過的 覺得非常喜歡非常滿意才能推薦給大家的 那百億他們家呢我自己很久以前有用過 然後現在呢想說他們來邀約我就用用看 結果真的是我覺得他們服務的還不錯 結果寄東西很快 然後只要沒有一個動作他們系統都會寄信 我覺得真的讓我感到非常非常的安全 因為我自己對個資這一塊就比較謹慎 那也怕密碼被倒什麼的 那每次我在操作的時候 不管多小一部他都一定會寄信 我自己是覺得這讓我覺得很安心 所以可以推薦給大家 然後他們上面呢真的可以買到非常多的東西 什麼類別都有 尤其跟大家說買到這兩個米菲兔的商品 真的太開心了 那大家也可以在他們的網站上面搜尋關鍵字 那我那次就是直接搜尋 Mifi就是米菲 或是大家可以輸入一些自己喜歡的品牌 可能就會挖到寶 因為像我買這些HERDIF2的洋裝 就是買到比當時的價錢還要便宜 畢竟他是二手的嘛 但是他的衣礦呢又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有賺到的感覺 好那既然介紹了這個網站 當然也有幫大家拿到優惠 大家只要透過我的專屬連結註冊百億的會員 就可以拿到2000日元的優惠券 2000日元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如果要註冊的話 請問一定要透過專屬連結 那連結我都發在資訊欄有興趣的人可以點點看 那現在2023年的2月 百億他們有兩個活動 第一個活動是 你購買的商品是三公斤以內的話 百億的空運國際運費就可以免費 空運很貴 所以大家買東西的話呢 一定要搶在這個活動之間 然後優惠券和優惠活動是可以同時並用的 就沒有一定要擇一 所以大家就可以拿到2000日元的優惠券 然後再空運免運 好那謝謝大家看今天這支影片 明天的影片就正式是我們意大利旅行的開始 今天就只是移動而已吧 那我現在也要去洗個澡睡覺來迎接明天 希望一切順利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